231 星洲日報,馬來西亞,張盛民,有惡意需受對付媒體應為報導負責 2015年7月27日國內新聞,吉隆坡26日信 馬清總團長張盛民指出,政府實踐媒體自由時應該言行一致 與此同時,媒體也應該為他們作出的報導負責任 他說:「如果是不懷好意企圖推翻政府或指控任何人的報導 必須受到對付,我們不隨意吊銷任何人的準證之時 也不允許他人隨意指控而不採取行動,兩者必須取得平衡 他今日為共創其即四創業分享會主持開幕後 針對The Edge 週刊和The Edge 財經日報出版準證被吊銷三個月一時 發表談話,信及密謀反政府的指控尚未獲得確認就採取行動 張盛民認為,政府應該保持開放態度接受批判、公開討論 而不是急於阻止所有人談論有關課題 但不太久衍生更多問題他說:「在一個大馬發展有限公司 或貪污課題,政府一邊說服人民沒有違法事件 另一方則不斷揭露違法事件 如今,人民反而變得混淆了,我們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 1.M.D.B.到底怎麼了?至今也沒有答案,反而衍生了更多問題 這個問題擔誤太久了,政府應該公布任何調查報告 出席者包括馬清副總團長王曉廷、馬清總團青年創業局副主任葉國良 共創其職四創業分享會籌委會主席王棟武等 一帶一路求目籌L. 限馬青年應把握機會另一方面 將成文指出,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戰略將為大馬帶來無限商機 因此,大馬青年應該把握此黃金機會尋找商機及建立個人事業 而不是持續抱怨。他直言,我國被很多負面新聞包圍 例如馬幣狂跌、油價下跌、1.M.D.B.投資者撤離等 以社會上也不乏抱怨者,但抱怨者只會把問題拋給別人解決 成功機率非常低,他致詞是說 所以人們應該花更多時間與正面,有創意及願意踏出一步的人交流 如共創其職四創業分享會就是一個平台,分享正面與正確的訊息 尤其是在融資方面,他表示,創業就是將整個人投入事業中 以絕大部分成功商人的秘訣是做自己喜歡事 只有在很努力及有熱神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才會成功 他說,華裔青年有熱神開創事業,但有些人面對語言障礙及缺乏政府設施管道 而他們就是扮演喬良的角色,馬華可仿效清華科技園此外 馬青總團青年創業局主任王子祥認為 馬華可以仿效清華科技園,再拉曼大學設立呼化中心,讓華青注入好的投資項目 而馬華負責招創投商家,投入資金發展好的項目,使華青更快地成長 共創其即四創業分享會由馬青總團青年創業局主辦 獲得馬青、馬來西亞中小企業拓展中心Same、自立合作社Cardity及尼爾森Nelsons加盟聯所有限公司支持 有關活動也邀請到大馬中小企業拓展中心首席執行員負責勤主港中小型貸款課題 尼爾森創辦人拿督斯雷國庭東分享創業經驗的資訊 以致立合作社也提供微型貸款相關資訊、相關新聞請點大事件 納吉七億風暴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